大家好我是小凯 今天呢跟大家讲一下如何去美化我们的图形 比较有比较有爱美之心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之前用python画出来图形有点有点难看啊 就是有点太土了 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如何让我们的图形变得不那么土变得好看一点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是我画出来的三个例子三个样例 然后第一个呢就是用python用matplotlib它原生的原生自带的样式画出来的 可以看到这个是比较土的 然后第二个呢是美化过的样式 这明显就好看很多 然后第三个呢是另外一个样式 另外一个样式也很好看 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图形呢就再实现一遍 然后并且呢 然后用这两种样式呢 然后都展示一下 顺便呢还能把我们之前学的课程又再复习一遍 好我们现在开始来实现这四个图形 首先呢我们先 生成四个子图 两行两列的子图 然后把这四个子图的做标准分别附为四个对象 然后我们开始画第一个图 我们先是随机的生成x和y 然后在第一个图上面画上x和y的三件图 然后我们画第二个图 然后呢这个地方有一个ncolors等语呢 这个地方是需要注意的啊 就是说这个plt.rc.parametersxcolorcycle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运行一下就知道了 plt还没有定义 我们先导入 再运行一下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是它默认的一个颜色的一个循环 它颜色的循环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比如说像当你在这个地方你画出很多条线的时候 它的颜色是会自动的变化的 自动的变化的 然后它变化的话它就会按照这个颜色的排列顺序依次循环 比如说它画出第一条线就是蓝色 第二条线就是绿色 第三条线就是红色 然后当你画的线数超过这个数量的时候 它又从头开始再进行一次循环 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所有颜色总共有多少种 总共有多少种颜色先得到 比如说我在这里 那就是有七种颜色 然后我们就对这七种颜色依次进行循环 画出七条线呢 我们先生成一个每一条线的一个崴主 崴主间距 然后画一次画出七条线 Y加S 每一条线呢就有不同的间距 线形呢就是实现 我们先运行一下看看这个 先看看这个效果 有错 我们看一下问题在哪里 这个地方应该是加S 好 这个就是我们运行出来的一个效果 我们接着画剩下的两幅图 然后第二幅图是个助长图 还是生成数据 还是生成数据 然后画出第一根柱状图 然后画出第二根柱状图 第三个 第三个轴啊 柱状图前面我们也是也是讲过了 好我们运行一下看 这个地方没错了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助长图呢 它的颜色是不是依次渐变的 所以说我们得显示的指定它的颜色 这个就是 第一个颜色 第二个颜色 好我们再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就变化了 好我们再画第三个图 第三个图是一些圆形的图案 这个我们在上节课其实已经讲过了 如何画这个圆形的图案 我们也是依次根据不同的颜色画出来 我们对这个颜色进行一个循环 然后坐标准呢 就是坐标 就是随机的 然后画圆形的图案 然后画圆形的图案 三颜色就等于我们现在当前循环轮道的颜色 然后把xy调整对称 好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形就 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一个图形 好 但是我们现在要对它进行美化的话怎么办呢 其实它这个里面是提供了 提供了一个函数 一个方法 叫pltstyle.use 然后里面填上我们需要的样式 它有哪些样式呢 我们可以通过调用plt.available 我们可以看到它提供的默认的自带样式有123455种 然后其中用的比较多的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是 gplot 然后一个是538 gplot其实就是R里面 大家如果说用过R的话就知道R里面有个很好的绘图包叫gplot 它就是模仿gplot的一个形式 然后我们这里写上gplot 好我们现在运行一下的话 它就会画成一个gplot的形式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画出来的一个 一个gplot的一个样式 当然这个颜色有点问题 这个颜色有点问题 我们要再调一下 再运行一下 好 这个 好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画出来的这个图形 比这个图形要好看很多 因为它是默认的一个gplot的一个形式 我们再把几种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Favor 538 这名字很奇怪啊 538 好 这个这种样式呢也很好看 也很好看 然后还有另外几种呢 我们也都试一下 我们看看 我这种是黑色背景的 我觉得不是很好看啊 还有这种 还有这种纯灰色 这种黑白黑白掉的 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很快很迅速的去美化我们的图形 当然其实 MathPort的Nib里面 它也提供有自定义的方式 就是说你自己去 定义一个文件 然后里面呢 对每一个 每一个地方的具体使用什么样式都有比较详细的规定 但是这样比较麻烦啊 对于对我们来说 不太用得上 所以说我们平时来用的话 只要从这五个当中挑一个自己需要的 就已经足够了 今天的作业呢 就是说 大家呢 下去之后 也是把这个今天讲的课程的就重新实现一遍 既可以巩固前面学的知识 也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具体的一个样式的效果 然后另外呢 就是在以后的课程中 我们那个 尽量的多去 应用这个样式 这样的话画出来的图会更美观一点 也就更赏心悦目 心情也就会更好一点 好 今天的课程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